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 上核盖还可用于在特殊环境下的临时起飞平台 Inspire 2 配有两块智能飞行电池 将电源线与充电器连接后 可以给遥控器充电 指示灯熄灭表明电已充满 使用充电管家可以连接四块电池 连接后能够使双电池充电同时进行 新增的视觉标定版可供视觉标定时使用 电池保温贴纸四张 用于低温环境下对电池起保温作用 另外 Inspire 2 产品本身不包含相机部分 需要额外购买 这里我们以蝉思X5S相机为例进行介绍 将飞行器放置于光滑平整的平面 展开遥控器支架 先短按一次 可查看遥控器电量 短按再长按一次开启电源 将两块电池沿导轨安装在电池舱 听到咔嗒声 且电池弹出按钮完全弹起 表明安装正确 快速按机身电源开关5次 退出运输模式 进入或退出运输模式 建议在停整表面上进行 取下相机保护盖 镜头盖 先将云台的白点与固定座的红点标记对齐 再将云台嵌入安装位置 旋转云台锁扣 使云台红点与固定座红点标记对齐 相机安装完成 按压住电机锁扣外侧的弹片 并将电机锁扣旋转至四个箭头 处于同一直线 按照箭头颜色安装好讲页 将移动设备进行安装 固定 用USB线将移动设备与遥控器背部的USB口连接 安装手机设备时 需要手机支架部分展开 再进行安装固定 安装连接完成后 需要进入DJI Goat 连网并且激活飞行器 激活完成后就可以到室外进行飞行操作了 以上就是Inspire 2开箱演示 感谢您的收看